另外离谱的还要看到是高雄一位 消防扫队长被指控 收假期间带着四个队员上酒店 喝完酒之后呢 还在计程车上面有人呕吐了 这清洁费谈不拢之下 扫队长就在门口发酒疯 跟问长吵了起来 还惊动远景到场处理 就在消防队外头 穿着灰色Polo3的无姓男子 喝得醉醺醺 就在路边跟计程车司机吵成一团 还惊动远景到场处理 远景到场一查身份才发现 这名无姓男子竟然是大辽 消防分队的小队长 而且是休假期间 带着四名队员上酒店 却因为有人喝醉了 吐在计程车上 清洁费用瞧不拢 才会吵了起来 这名小队长不但带队员喝花酒 喝醉之后没有直接回家 竟然还搭计程车 想要回到队部休息 最后在队部前 跟计程车司机吵架 惊动远景到场 整起事件才因此曝光 消防队小队长带着队员喝花酒 民众听到都觉得相当离谱 现在消防局也已经开始调查 将会对这五个人开会惩处 记者杨周明高雄报道